欢迎来到我的Google Analytics考照班的第一堂课 今天是我们开课的第一堂 那第一堂课我们也先来讲一下 这一堂课是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这一堂课我们主要目的是要 让一些人可以考到这一张Google Analytics的国际证照 这一张证照其实在现在国内还有国际上其实是蛮有用的 你现在如果去看一下111人力银行或104人力银行里面 有些工作它要求你会使用会运作Google Analytics的这个工具 它底薪至少都四万块 平均都有四万块以上的习性能 所以这张是一张国际证照 而且又是Google给你发给你的一张证照 所以在业界是蛮值得信任的一张证照 那我们这堂课是要为了这些使用者去说 你可以考上这一张证照而来开的一些班 但是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有三大元素 第一个是我们要能考到这一张证照 目的我们要拿到这张证照 第二个是我们可以正确的去使用Google Analytics的 所以我们虽然是以考照班为目的 但是我们还是参照一些重要的一些使用方式 所以在我们课程里面我们还是会教一些Google Analytics的操作方法 还有一些操作重点 还有它一些重要的使用规范 还有现在使用的趋势 然后再第三个是我们会介绍一些跟其他工具一些的配合 配合的模式来做 因为Google Analytics其实跟在FB里面的运作 在Google AdWord里面的运作里面都是要可以结合的 这样你才能再讲说我们怎么去完整的去完网站里面的大数据资料 因为现在我们在做网站经营的话 一定都是要使用一些各方面的资料来进行分析 才能了解说我们的课程到底我们的网站啊 我们的网站到底经营有没有到达一个成效 这是我们要做的 因为一个网站经营成效组关于一间公司它的经营命脉 虽然我们以前讲过说 有很多平台可以去帮助你行销 像FB 像LINE 像Google Plus 像Twitter 像微博 像微信 这些一大堆的东西都可以来帮助我们做行销 可是重点还是一样 你的官网经营有没有成效那才是重点 因为这个官网这个网址它是网站的成效 是关于是属于是你自己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更用心的在维护我们的网站 把我们的网站经营更起色 因为在这边我们才可以真正掌握到我们会员的一些数据 我们现在是在讲说我们要操作的是一个会员经济 所以我们如果没办法正确掌握我们会员的一些使用状态 我们会员里面的一些价值 那你的公司的命脉还是操纵在别人的手上 OK 那我们这整个课程里面我们还是回到说 我们是以考照班为主 所以我们的上课方式有三个重点 一个就是以考照的模式来对大家来做一些Google案例式的说明 第二个重点是我们会掺杂我们的一些实作的案例 还有一些现在比较注重的一些分析模式来给大家了解 第三个是我们会用十分钟以内的方式来让大家能轻松的方便的不用太有太大压力的方式来学习我们这一本课程 所以这是我们这本课程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只会用十分钟 几乎每天一个礼拜至少五天的方式来让你来学习这一本课 让你轻松的拿到这一张张角 而且也轻松的学会Google案例式的操作模式 让人家在运作的时候对你的公司的网站的经营会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OK 那我们就开始来我们今天的这一堂课 那我们来讲什么是Google案例式的呢 就如我们刚刚所说的Google案例式的其实要的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如何来知道我们网站的流量 那这些流量又是属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来因为这几个来做一个说明 第一个是Google所提供的一个免费网站流量分析工具 所以这也是Google里面所提供的 在Google里面其实提供了很多非常多非常多的免费工具 只是没有使用过的人不晓得 像我们在操作的广告模式Google AdWord也是一个免费工具 还有我们之前讲的Google AdWords 就是你可以跟Google合作去赚广告费的 这个是一种免费工具 那我现在以后会进阶的 如果我们课程有安排的话 我们进阶去操作Google Take a Manager 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Google的标签操作 这其实都是免费的 还有很多都是免费的 但是这些其中有一个对于我们经营网站 网站经营电商最重要的工具就是Google AdWords 然后另外一个Google AdWords 这个Google AdWords的这张证照跟操作模式 我们会在下一阶段 会来开这种样的一个课程 OK 然后再过来我们来看看是 它其实是一个网站经营成效分析必备的工具 因为你一个网站到底有谁进来 是谁进来 这些方式你如果没有这个Google AdWords你是没办法去得知的 那你为什么说知道有Google AdWords可以知道谁进来 或是什么人进来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Google是掌握了所有人的个人资料的数据 在这边我们先讲一下 他是没办法跟我们讲说是我要从家进来 或是王晓明进来或什么样进来 他不能跟你这么讲 但是他会跟你讲说是男生几个人 大约是多少人进来 男生女生的比例是多少 年龄层是什么 兴趣是什么 学历是什么 住在哪个地方 他可以用这种方式 让你可以很完整的了解说 我的网站经营的 进来我网站的这些人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属于我的target 是我的目标 我的行销目标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经过Google AdWords的 这种分析工具来可以得知 真正进来我网站的人到底是哪些人 OK 再过来 那你Google AdWords的 广告网整整效的 完整整数分析工具 这两个是什么 两个就是说我们在做行销 你在做网站在做行销 做商品做品牌一样 你没有打广告是一种非常非常不太算合理的一件事情 那现在打广告的地方 我们现在所知道打广告的地方 以台湾来讲最大的地方 就是一个就是在FB 他就知道了 第二个在Line 那上面现在也可以用广告 其实Line的行销模式是不太一样 第三个就在Google上面打广告 我们都知道在Google上面打广告有哪些 就在我们搜寻那样的上面的广告 还有在其他一些网站 在苹果日报里面也有Google的广告 在中国时报里面也有Google的广告 如果你不晓得的话 其实在这些网站里面 苹果日报 中国时报 Mobile 领域 背包客栈 里面都有Google 买购的广告 那如果我们去购买这些广告 把这些广告投放出去了 那有没有办法让我们知道说 有广告进来的跟非广告进来的这些流量比较起来 到底是广告成效是有好呢 还是不好呢 因为我们要用比较分析的工具 那如果我们只单单看Google AdWord的话 这种工具就比较属于比较片面型的 因为我只知道我的广告成效 但是我没办法去知道非广告进来的一些数据的话 那我就没办法来比拼比较嘛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是要用Google AdWords 来了解这整个网站的完整的一个成效分析 OK 这就是我们在讲说什么是Google AdWords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这些东西 那第一堂课我们先讲到这边 这个我们还是在讲一下 我们这一堂课要的就是要能让你在短时间 很轻松的快速的拿到这张Google AdWords 的国际证照 让你去业界求职的时候 能够顺利的求职 找到一个好的工作 而且去晋升是一个国际专业的人才 OK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OK OK 谢谢大家